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收看《湾区直送》 我是章文盈 疫情反复令到全球经济持续停留在低谷 对于不少投资者来说 这个时候持有黄金 可能比持有现金要来得更加安心 高盛亦都将黄金的目标价 上调到2,300美金每盎司 认为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受到威胁 黄金才是终极货币 近期黄金价格高涨 星期三现货金报1,957美元 在内地金袍999足金的价格 每刻更加升至510元人民币 仓下10年新高 黄金涨价了我也想再入手再买一些黄金 一个保值的空间 另外一个自己 比如说自己用也可以 或者送人也可以 我回购了三到四次 我最近也在考虑购买大概500克左右 我认为它收拾空间很大 批发商就担心金价持续上升 就急忙来批发中心入货 但这股贵金属热潮就被银行率先叫停 多家银行宣布暂停账户贵金属等开仓交易 工行有客户收到短信说 7月31日起将会暂停账户 商品的期货市场是比较严格的 黄金是5% 白银是8% 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涨跌停板的一个限制 平行的这个汇金属于账户交易 因为它连接的是两头 一头是国际市场的波动美元计价 另一头又是国内的投资者 所以它在风险控制上 它都比较缺乏一个比较有效的 风险控制管理的办法 不得不采用这种临时性的暂停交易的 救急的方法来进行风险控制 他又认为疫情持续 会为商品市场带来不稳 不排除银行会在其他产品都采取 这种暂停交易的办法 金城银行对贵金属产品更加谨慎 可能是因为原油保事件的前居之鑑 不少投资者现在还起诉中国银行 他们也担心因为打官司 没有交欠款 会不会因此被列入失信人名单 影响信贷记录 幸好中国银行也有回应 这批人不会被列入征信黑名单 不过最近在广州 有一批失信用户 分分钟可能连共享单车都没得踩 共享单车霸佔人陷道 车搭车 市民要侧身才能走得到 这些画面在广州不少单车的停放区 整天都可以看到 遇到了一个情况 连续找了四辆车全是坏的 我不知道车是怎么坏的 你扫码的时候他就说车辆故障 请选择什么 他再给你推荐 等着你一两百米走过去之后 那辆车仍然坏 就算共享单车公司每日派人 去收拾好单车都不是好办 公司唯有想下办法 好似哈罗单车 近日就推出駕驶执照扣分制 每个用户满分12分 如果有违规的行为 就会逐项扣除 包括长期私自佔有破坏单车 最高会一次扣6分 用完单车后故意或者无心 就是没有锁到车 一次会扣1至2分 如果把单车乱停 甚至是放在偏远的地方 不见了部车 就要扣1至3分 如果扣到没了分 就会被封号 永远不可以再用他们的单车 目前广州有九成多的用户 都是满分 其余一万八千多个用户 就因为乱停乱放 施展破坏被扣分 为了改善共享单车乱摆的情况 广州市在去年 已经以招标的形式 来限制经营 但最近一份成绩表可以见到 停放这一行的指标 得分率始终低过60% 至于曾经的共享单车龙头OFO 近日就陷入了退不了压金的风波 有客户估计按照目前的进度 至少用500年之后 才可以拿到压金 今集就讲到这里 拜拜 拜拜